大家好,我是Soye 看到我身边Raymond,特许会计师 就知道我们今天影片会多些 关于税务资讯和大家分享 早前我拍过一条影片 说到开公司来报收入 在税务上会比较稠 究竟是否真的比较稠 又或者可以比较稠 今天邀请专家上来 和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 在加拿大开公司 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 可能是海外移民过来的 在香港一间公司请他过来做事 甚至在这里做一间公司 他愿意用合约的形式去请他 他开单给雇主 然后收入 很多时候就会是 一般如果我们说打工仔 有些收入 可能就叫做self-employed 也有些朋友 特意开公司 想着去收这些收入 就可以减多税 究竟是不是呢? 今天我先问一下 Raymond 我听到很多朋友说 在海外 可能英国或者香港 经常会问是否限制公司 加拿大又叫做什么呢? 加拿大其实除了self-employed 自雇 还有什么形式 可以开公司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有几种常见的形式 去营养你的生意 首先你刚才说了 一个叫self-employed 或者叫self-proprietorship 公司注册处会写一个 叫self-proprietorship 另外有一个叫partnership 就是合资经营 简单来说 你有多一个合作伙伴 一起做一个生意 这是另外一个形式 第三种我们叫corporation 正名 跟你刚才说的limited company 是一样 简单来说是一样 但是一个有限公司 大概主要是这三种 我想问一下这几种公司 其实会分别适合什么人 刚才很明显说 我有份full-time 有些浪费职 self-employed 我就不需要特别去做registration 刚才说过 叫self-proprietorship 就是开公司的形式 其实这两个有什么分别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报税上没有分别 都是以报在一个赚的钱 以及公司的支出 就是所谓的生意支出 我没有说公司 因为混乱了 都会是报在个人的报税表上面 我们叫T1 但是为什么都需要去 在公司注册处中 注册一个self-proprietorship 其实就是说 用一个branding 或者是公司名字的策略 去营运你的生意 因为首先第一 如果真正做这门生意 你没有理由收出单单 就说是给个人名字 soy lee 是的 那你这个大名 是的 好 但是自己的名字 可能整件事就不太专业了 是的 所以就会有机会 去登记一个公司名字 虽然那个名字 只不过是一个self-proprietorship 一个名字 但是你会储存了你这个名字 而其他人不会用到这个名字 当你第二天转做一个有限公司的时候 可以用回这个名字 哦 那所有东西都一致性 OK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以一个商业的角度 去市场推光的角度 就是说proprietorship 还有某程度上 就是说得逐一点就先霸了名字 是的 不需要将来你再进一步的时候 就被人用了名字 是的 刚才你提到可以claim expenses 这个就是part of way 开公司或者用公司的形式去营运一些工作 这个好处就是你那个税务方面 只需要按住你的除淨后的收入来打税 所以你可以claim expenses 但是呢 expenses也要小心 你不要是不是 你都是用来当作expenses 去write off 就是一些合理的 是你工作上真的需要到的一些expenses 你可以write off 你也说到如果用self-employed 或者self-properator的形式 报税的时候都是用T1 就是所有个人报税的那份的报税单叫T1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T1 报税 以个人的入息税的形式来报税 有什么好处呢 开这个soul proprietorship 好处就是刚才所说 在税务上比较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个人都会接触到个人报税表 T1 所有的收入都会在T1反映出来 非常之简单 也不需要特意去公司注册处 登记一个公司名字 就可以去收钱 可以去营运的 那就很适合一些 就是刚才你所说 原本有份工 但是另外有一些的炒散 有些自雇 可以做到 另外就是需要个会计的知识 也不需要那么深入 因为到一个自雇的收入的时候 你只需要告诉税局 你的收入是多少 不同的支出的世名是多少 那就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而剩下的收入就直接打回当年的个人收入里面 总收入去计述 所以就会简单方面很多 也不需要有每一年另外有一些公司注册处 所以一切就非常简单了 相对来说你所说的会计费用 也都会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很高 又不想花余的钱在报税方面 这个也可能说你只有一个客人 这样说的话 这个就会更为适合 你刚才说到那个独资经营这个公司的话 刚才说的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呢 其实不好处就是首先第一在法律上 你做生意是和你个人是完全紧购的 就是说所有在公司上面的风险 你是需要个人承担的 如果又不幸运 是你的客人或者你的供应商去告你的时候 它是会可以去拿你个人资产去赔偿一些东西的 那这个是最大的风险 就是所谓的上升 是的 没错 那这一件事就要考虑 究竟你做那个生意的时候 那个风险有多大 嗯 那另外呢就是说 另一个不好处呢就是说 如果你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 那就会即时当年就会打税了 那当然也都可以用一个RSP的策略 去减低当年的税 但是就除了这个之外 就没什么可以做到的 还有上次说了是有限度的 是的 就是你不够额的话 就不知道避去哪里好 是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 另一个叫Corporation的生意 可能又会形成另一个Solution 那可不可以说一下 其实Corporation又是怎样的呢 是的 那Corporation有限公司 其实在法律上 就是一个另一个实体来的 就和一个Soul Proprietary 或者Self Employ是两样东西 另一个实体的意思就是一个风险是有限的 就是其实简单来说 如果刚才所说了 公司上面的所有风险就留在有限公司上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最多你是删除了一间公司 就不会影响到个人的资产 这个就是有限公司的最大的好处 另外就是说 如果那个收入是比较高的时候 而我们那个在加拿大税泥里面的小型公司 例如所谓的小型公司 就是50万的盈利留下 而私人拥有的就是小型公司 就是几个Estor Coin 所以就是几个投资 也讲到小型公司 对了 会几个投资 大概 있어요 你看看他们不同的产品 对了 比较要有一个税务的延税效果 因为在公司税只收入 솔 logros 但是個人稅最低稅街都要20 即是以聯邦加VC省 那就會有一個稅務的延稅效果 如果你的公司收入比較多 而個人支出比較少的時候 那你就會適合去做一個有限公司 我也聽過有些人問我 我開不開公司 我有個僱主或客人請我去幫他做一些服務 提供服務給他們 但我只有一個客人 我沒有多過一個 那他開公司的話 會不會有問題 是會有風險的 加拿大有一個稅例上 有一個叫做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是以一個僱員的性質 去提供一個服務 而他是用一個有限公司去進行秘稅 因為剛才說了 百分之十一 那他們發覺 不是一個contractor 或者承包商的時候 他就會有權利 首先會打到最高的稅率 那個盈利 全數 全數打到最高的稅率 就是員工沒有分別 最好就不要後知後覺 做完這些事 才發現原來我只有一個客人 是有機會會犯著這個問題 會被人即時打稅 還有是不是有沒有罰款 當然會有罰款 再加上罰款 真的很嚴重 那怎樣為之 叫做打工 是的 其實就是說 首先第一 那個contract 即那個合約 究竟是一個員工合約 還是一個服務的合約 這個是第一 但是你有一份服務的合約 不代表 就是一個承建商 或者承包商 或者提供服務的外盤的人員 他也會看很多不同的性質 評估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僱員 或者是一個服務的提供者 那例如是 究竟那個人 是不是需要帶自己的工具去上班 去提供服務 對 電腦或者工具之類 那視乎每個行業 是的 他本身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定時上班 就是有一個朝九晚五的 很明顯就是一個僱員 那或者是 他是不是平時都會收到多勞多得 還是定期都會收到一個fixed的收入 一個收入 或者付費 是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考慮因素 那另外就是說 他會不會自己是會有一個admin 就是要自己去報稅 做一些不同的數 之類 還是公司幫他 是的 那這個大概是比較簡單一點 還有有沒有收公司benefit 是的 公司的福利 沒有收 如果一收公司福利 基本上就要員工去看 嗯 那大家要留意 看看自己會不會踩正這些位置 那 好了 那你剛才說到 corporation 那報稅的deadline 又會是什麼時候呢 剛才說回那個自顧 如果你說deadline的話 其實就是6月15 是 但是欠政府稅呢 都是要4月30 交了它 是的 4月30之前交 就不會有任何的利息 或者罰款 是的 但是公司的有限公司的話呢 他的filing deadline 即交稅的deadline 其實就是年結後的6個月內 嗯 那就要交 但是年結後的3個月內 就要交回稅了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的開公司的朋友呢 他們會做這個預繳稅的installment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他們可以或者要設立一個installment呢 是的 當一間公司或者個人是欠政府3千元以上 一年 一年 那當然了 有限公司和個人有少少複雜的 那個人的話呢 你要兩年 有一年是超過三千 那第三年就會要你去付一個預繳稅 哦 但是有限公司呢 你有一年是超過三千 下一年他立刻就要你交預繳稅的 嗯 明白 那如果你不交預繳稅呢 他翌日 你交到稅的時候呢 他出一份noa 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會收你一個installment interest 嗯 那多少個 interest是多少呢 現在呢 因為利息不停增加 現在installment interest是去到百分之十的 百分之十 譬如你當年要付一萬元的稅 是的 這個installment的interest 額外又要收你一千元 又要收多一千元 那就是躺着都不見錢了 我經常都說 在加拿大經常都不小心就不見了些錢 但其實以前來說 利息調低的時候 我都聽很多開公司的朋友 就會是暫時不交預繳稅 那就等他們安排好些現金流 或者可能想留一些錢 我們做其他的投資的時候 那才去做installment 但是你可不可以 once 你開始做installment 那可不可以停的 第二年 可以停 那當然 你是要 為什麼要installment 就是你那個 欠政府的錢是超過三千 那如果下一年 即是2024年 我覺得這間公司 比上年的收入是低的 嗯 而我估計是會少過三千 那我可以完全不install 不installment 即使他叫你做installment 哦 即是不需要特別通知 你拒絕去做installment 你是可以拒絕那個 不管那個installment 的reminder 但是 你那個最後報稅的時候 2024年的報稅 是要少過三千元 如果超過的話 他就會收你的installment 所以你要估得對 明白 那好了 那開corporation 來說呢 其實在稅務上 有什麼好處 除了claim expenses之外 最大的好處 剛才說過 就是一個tax deferral 即是延稅的效果 如果我們是 那間公司是賺了二十萬 而我個人一年 只是需要十萬元稅費 那我另外的十萬可以留在公司裡 給了百分之十一 然後就放在公司裡 那就可以reinvest 可以投資回到自己的生意裡 又或者純粹放在那裡 可以是 變相是另一個RSP account 嗯 明白 那裡面可以自己投資 是 或者是等到我本身到下一年 可能個人收入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就再出dividend給自己 即是有些類似RSP 那你低收入的時候就拿錢了 是的 那我們變相就會多一個register account 去處理 明白 那當然首先那間公司要有生意 有盈利 還有retained 類計盈利 是的 那另外有一個好處就是 加拿大有一個叫lifetime capital gain exemption 就是給中小企擁有一個 一間私人公司 是營運的公司 而現在呢 這一刻就是97萬 Lifetime capital gain exemption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賣了一間公司 一間成功的公司 賣出去97萬 那裡面你的股本可能是一元 或者是一百元 那就是說你有97萬的資本增值 嗯 在加拿大税例是免稅的 嗯 那當然會涉及到一些AMT 是 Aternity minimum tax 我們之前也看過了 但是正路來說是不需要付稅的 那就是說它是鼓勵大家去經營一個 很成功的生意 那這個在自顧度是不會有發生的 因為是沒有一個股份出來 明白 那都經常聽到一些人說 其實加拿大報算是自己報 那這樣 那其實如果 如果soul proprietor 剛才你也說了 相對需要的會計知識 就相對低一點 那可能自己報都還可以的 勉強 那這樣 那如果去到corporation的話 那你有沒有遇過那些客人是自己報的 那還有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當然是 那樣東西都可以自己做 那有加拿大很喜歡 就是因為那些人工比較高 那樣都自己做 整車就自己搞 裝飾就自己搞 投資就自己搞 那這樣 那搞得好不好 那另外一件事 那都會有客人是自己去報稅的 尤其是報公司的入息稅 公司的GST 那但是通常就 那間公司如果比較小 問題就不大 但是如果大一點的話 很多時候就會是做錯 因為首先第一 我們在公司報稅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去報一個 financial statement 就是 怎樣都要有一個balance sheet 就是叫做 資產負債表 和一個的損益表 就是income tax 那我們在一個 沒有會計的知識裡面 經常都會想到公司賺多少錢 就是以income去 net income去看 去盈利 那就是說好像個人報稅 那樣收入多少 支出多少 那但是呢 在公司賬上面 我們是會看 那個balance sheet 那個資產負債表 是為先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要平了一個數 因為公司的銀行賬 公司的credit card 公司外面的外債 要全部是要 是跟有根有矩 要平才是做到那盤數出來的 所以如果沒有那個會計知識 基本上是會做錯的 會不對的 這條數 那就要看一下 那個老闆自己本身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 還有我記得呢 英文就叫做 reconciliation 我記得那時候 學會計的時候 要做這件事 是很高難度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沒有上下的 我想除了知識也要有些經驗 你經常去做的時候 這件事就做得快 你們因為經常都是做這件事 那些事情就會 一來就清楚很多 我覺得做生意的朋友 反而會想怎樣把自己的專業發揮得最大 而把其他工作交給一些專業人士去做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找回會計師去做 這個叫做T2 就是公司報稅 會比較好一點 開這個cooperation的話 剛才說了一堆好處 有什麼不好處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我找到多少錢才開這個公司 除了我要多一個客戶之外 有沒有說 其實找到某個位置 才可以開一間公司 是有什麼意思 那剛才也說了 首先第一 看看你的生意風險大不大 如果有很多人來的 好像開餐館 有機會會著火 或者會煽車 那些當然 無論你的生意額是多少都好 都會開一間有限公司 這個第一 另外就是說 說到不好處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 就是那個compliance 那個合規的準則 就會多了很多 例如又要另外做一份公司稅 另外又要請 像你所說的 如果自己沒有這樣的會計能力 又要請別人去做 那當然是額外的支出 那當然是額外的支出 那另外呢 又要在公司註冊處 每年做一個Annual Report 那有時候 有些人就會找一些律師 會計能力做 會計師做不做的呢 會計師通常都不做的 會計師通常都不做的 是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收費 如果他兩年沒有交 在公司註冊處 交這個Annual Report 那兩年之後就會被人註銷 那間公司 自己突然就沒有了一間公司 那就會很大問題 所以整件事的成本會高了 也會複雜一點 是的 也會複雜一點 但是當然會有很多稅務的優惠 和風險的管理 那些都要考慮 譬如你出糧的時候又可以選擇 是的 例如說 之前會出糧 究竟是出糧 還是出股息 這樣又可以去想一想 因為出股息 就可以節省了 不用交CPP 是的 所以回應我之前拍過的影片 開公司在稅務上 的確是有多一些空間 讓你做好計劃 來更加財政 不過也有很多事情大家要留意 不要盲目地走開一間公司 以為自己可以節省稅 其實到最後可能會被罰款 如果大家想開公司之前 有些稅務上的安排 如果需要知道 或者要先找Raymond做討論 先前做這個行動 當然記得可以在我們的資訊欄 找到Raymond的討論 如果你有關於財務 即是加拿大的理財 退休或遺產傳承方面 要找人幫你做策劃 當然可以在下面有Acalendy的連結 可以預約時間來做討論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討論 下次見 拜拜 不幫助 不跟DOT 不叫做理財 不叫坦 不叫我 不叫 感谢观看